你好 欢迎收看6月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联县在今天的防疫记者会上面公布说 今天确诊了1246例的个案 另外 花联县确诊人数依旧是在上千人以上的可能原因 还有7月份是不是会复办全中运等议题 相关单位也做了说明 花联县政府防疫记者会上宣布新增确诊1246例 由卫生局长朱家翔主持教育处长温舒敏列席 对花联县确诊人数依旧在千人以上可能的原因 以及7月复办全中运进行相关的说明 那我们刚才有一件报告 说在花联的北区感觉上确实 确诊人数有在减缓的趋势 但是相对在中南区 那确诊人数稍微增加 所以我们从专者庇房的利用率上可以发现到 北区的专者庇房的数量 空床数也有点多 但是南区的空床数也减少 不过真的非常感谢玉里茨基院 那因为我们已经有预估到会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在之前就积极跟玉里茨基院协调 希望他能够增加他的专者庇房的数目 所以他在应该是一个多礼拜前 那就增加了由4床变成16床 增加了12床 而是我们在南区的专者密码的量能够增加 来提供我们南区详细的服务 在7月份的时候会办理副赛 那为了要控制人流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相关的赛事总共会分三个阶段来进行 那每一个阶段会办理五种的竞赛项目 那整个的一个全中运 预计在7月27号以前会完成赛事 那整个的赛事呢 我们仍然会采闭门方式的方式来进行 那相关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防疫计划呢 也会在报中央核定之后 会进行对外的公布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